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哲动漫 如果说《假面骑士Zero》中最掉胃口的一集 那么毫无疑问 第39话绝对符合这个设定 因为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等着看堂皇属王登场 结果什么都没有等到 当然这一集也是最欢乐的一集 电王才是真主角 来看看这一话的具体解读吧 开篇就是超级掉胃口的战斗画面 展现的是堂皇属王凭借召唤骑士的能力 玩门碾压 怪人电王为主 不过堂皇属王召唤平成骑士战斗的画面有很大的争议 这个需要等后续具体设定公开才知道 反正堂皇召唤的骑士发出的必杀技 绝对不是想象中随便打的那种 这一话主要内容以电王为主 也就是平成假面骑士中人气最高的骑士 不过 索藤剑没回归 毕竟巨场版回来过了 有意思的是 齐格也没回来 这个白仓有解释 这只傻鸟被遗忘了 电王核心的一魔神还是四位 四位角色设定没变 性格非常的特色和鲜明 一开始还被盖茨给误会了以为是敌人 其实就是四个搞笑角色 那不应该啊 看来这场版的故事确实是独立存在的 他们来到这个时代的原因是想修电车 因为这个时代最好的修理师傅是装武的叔父 虽然他没修过电车 但也无妨 玩了工具人 战兔 这下连叔父都比不过了 实属悲剧 乌尔和欧拉 心情非常复杂 因为还有两块手表 装武就能挤起所有的力量了 这让乌尔感觉有点不对劲 虽然反派的世界者终于回过未来了 他们很可能被利用了 表面上是想扶持怪人骑士作为王 实际上成为了给时王松手表的契机 这一路 装武拿手表拿的都太过于顺利了 而且怪人骑士实力都太过于坐姬了 作为直线的小故事 自然就差点成为了小舅子的汉子 给自己的扭扫墓 然后被自己的小舅子 对羞辱和赶跑的事情了 这也算是有点类似电王的事情了 都是姐姐和姐夫的事情 当然没这个这么悲剧的和现实 欧拉直接对拓宰用了怪人电王的手表 怪人电王这皮套是方便 对东他妈来说 省省就是一个亿 欧拉表面上是想让怪人电王 抢劫了电装的列车去报仇 看样子应该是想组织装武 拿到所有的手表 值得吐槽的是 电王的列车还真的像是一个巨大的手表 叔父修理起来几乎毫无压力 确实没水了 果然假命骑士系列最强的工具人是叔父 结果怪人电王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人搞不懂了 既然要得到那辆电池 直接杀进去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用技能攻电车玩? 这打坏了 抢车还有啥意义吗? 关注小乐动漫带给你更多精彩内容